唐宴蓮到訪九龍堂一間中學 受到學生越來越歡迎 這間學校 唐宴蓮的父親唐長遲也有份創辦 唐宴蓮參觀學生上音樂和體育課 又和20位學生見面 了解他們的升學和就業問題 這間是門代的高考 我們曾經是門代的回考生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說是遇到前所未有這麼大的壓力 本身學位已經少了 如果他們再跟我們競爭的話 學位就對我們來說是相對更加少 其實我們會很希望 政府可以遇到多些學位給我們香港的學生 也有學生問到 唐宴蓮怎麼看現在立法會的議事文化 他就說香港人有獨立思考能力 懂得分辨什麼叫做包容和理性 在一個議會裏面是一個大家議事的大廳 我當然是期望大家都是能夠以包容和互相尊重的心態 去聽其他人的意見 接著他又欣賞校內的交響樂團演奏 國仔唐家勝就一直陪同 港大和南華早報最新的民調顯示 被選特首的梁振英民望急升 而唐英年就遠遠落後 唐英年就說民望低對他是一種鞭策 民望是其中當然一個指標 這個指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是民望上升的時候 對我是一種鼓勵 如果民望下跌對我是一種鞭策 也就是說我在做的工作是需要做得更加好的 他說還沒決定是否參選特首 今次是唐英年辭職之後第二次到學校參觀 他多次強調自己重視教育 又還言稱人是社會的未來 香港風平年事記者在紅音那裡